- 这里是温哥华的科技馆,英文的名字叫 Science World 说起来就叫惭愧 我还曾经从事过科技馆的工作好几年 温哥华这家科技馆呢,我来温哥华五年了 第一次来科技馆 Elly她来过很多次 然后我们家的娜娜跟达达也来过很多次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来真的没有想到 在早上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几乎是人满为患的情况 因为科技馆是温哥华当地的小学学生 最愿意组织来的地方之一 实际上我们家娜娜跟达达在里面 也是每次来的都不亦乐乎 为什么全世界的科技馆都会有一个大球 成人的话是28块 然后小孩子的话应该是18块 alright annual pass 就是家庭的年会员的价格 价格是225 加币每年 but if i wait till the summer summer if i wait till the summer summer but if i wait till the summer summer i know we will be better i know we will be better ora a wär f 嚇我一跳,這怎麼走?就傻了這個! 後面的這個部分是鏡子迷宮 裏面有點暗,所以我要把燈打開 所以裏面都是這樣的一面一面的鏡子 你真的很難找到哪一面是鏡子 哪一面是空的 所以這面是空的 這邊是鏡子 這邊是鏡子 但是由於光學的反射 所以你會看到哪哪哪 是一個無限大的世界 所以在鏡子迷宮裏面 可能你真的不能夠快速的跑 因為這個空的 你不能快,這個實的 你不能快速的跑 因為如果是空的,OK 沒關係 如果是實的,嘭嘭嘭 所以 可能還真的是迷宮 我也封掉了 OK,這個是空的 所以你這... What? 好,這個又是空的 What? Hint 1 plus 1 is 2 1加1等於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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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了一道題 十五很容易 十跟十了 最後上面應該是20 而且這個提示 你過來它才會亮起 你走了之後 它又恢復到鏡子 有一點磨鏡的感覺 我看到它是空的 我看著它 我在這個里邊已經消耗了十分鐘了 當然我也沒有特別想出去 但是好像也不是隨便輕輕鬆鬆就能找到出口 我刚刚听到小朋友说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窍门 就是镜子上会有一点手叶 他们说 the mirror is dirty 所以就是有脏手叶的地方是镜子 没有镜子的地方是没有脏手叶的 所以也是一个小的小窍门怎么能赶快的找出去 然后你会遇到中间的一些谜题 像不像无尽回廊 一直通到底 有一点小尴尬 即便是成人的我走这么大一圈的镜子迷宫 居然也花了15分钟才从很近很近的入口走到很近很近的出口 所以视觉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见到的都是普通的世界 突然来到一个比较幻象 比较illusion 多一点的世界 会完全干扰到你的大脑 会真的影响到你的判断 现在我离开科技馆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适合这边加拿大的温哥华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可以杀死很多时间 第二个他的玩的内容 种类都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玩不一样的内容 这个也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来的时候孩子容易在小孩子特别多的地方玩起来 而这个地方的小孩子特别的多 第四个原因是加拿大这样的公共场所 都比较的注重孩子玩乐时候的安全问题 所以在安全的环境里边 家长也会更放心的 让孩子们在这儿游玩 在市中心很市中心的位置 后面科技馆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见过各种迷宫 但这个迷宫是我见过最变态的迷宫 我可能要放弃了 我崩溃了 我出不去了 我放弃了